都在葛思琪之前大動作 揭發汪曉飛混亂的後宮生活 讓王曉飛氣得喊告 葛不但沒停止 還在直播中又公開多張 汪曉飛婚內出軌證據 讓王曉飛醜聞公主於世 不過事後 葛表示兩人已達成共事 汪曉飛也就不告了 氣過境遷後 大家又開始正常生活了 汪曉飛也又繼續戀愛 不料2日 葛思琪在臉書發文 要讓大家明白 演藝圈的黑暗 接著說自己被汪曉飛告 損害名譽 收到傳票啦 葛出了公開兩人對話 還說汪曉飛剛開始說 我沒有要告你啊 後來又說了 可能代理我的律師不嫌事小 就想把事情變大 說辭反覆 搞得葛思琪一頭霧水 反問該不會是有律師 想藉由告他打知名度 幽默的要那個不用委託人的律師來訊 發文曝光後 大部分網友都抱著看戲的心態 看你的事都不用再看小說了 這個人人品有問題 我想直到後續哦